彥炒分隊於11月25號晚間22點12分 接過指揮中心派遣 立即出動各式消防車輛前往救災 抵達現場時已有明火串出 消防人員立即部署水線搶救 在3分鐘之內快速撲滅火勢 現場燃燒包裝水果用的塑膠袋 以及紙箱等等 令因受火災的影響 世主所養的犬隻也有部分死亡的行星